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员推出的 Android的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空间WebView来显示网页的内容 WebView是Android的系统中用来显示网页的系统空间 这个空间它基于开源的WebKit这个浏览器引擎 WebKit浏览器引擎 是在业界顶顶大名的一个浏览器引擎 在iOS中有一个类似于WebView的系统空间 叫UIWebView iOS中的这个UIWebView 它也是基于WebKit浏览器引擎的 此外 Google的Chrome 和Apple的Safry 这两个点点大名的浏览器 也都是基于WebKit这个浏览器引擎的 因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WebKit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定一个WebView 定义WebView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布局文件中 直接的定一个WebView标签 然后在Activity中加载这个WebView 第二种方式是在Activity的代码中 直接拥有一个WebView 我们推荐第一种方式 好 我们就先定一个WebView 我把这段代码直接拷贝过来 先建立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 就叫WebView Kom.meds.edu.activity 4.0.3 HoloLight Finish 然后布局文件我拷过来 然后呢 我们加载我们加载这个布局文件 定一个实力变量 WebView WebView 按WebView 按WebView 它就等于WebView FoundViewByRD R.RD.WebView 我们运行一下 这样我们就定义了一个WebView 这样一个空间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显示网页的内容 在显示网页的内容之前 我们还要在Android的Manifest.xml中添加访问网络的权限 因此我们把这这行代码也拷贝到核贝过来 放在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就可以访问网络的内容 把网页的内容显示在WebView中 在加载内容之前 我们还要对WebView进行一些设置 常见的设置包括是否支持Javascript 设置是否支持缩放 设置是否显示缩放工具 设置默认的字体大小 比如我们设置这个WaveView它是支持Javascript 那我们就可以调用setJavascriptenable的这个方法 我们设置一下 我们设置一下 WebView.getSettings.setJavascriptenable true 那么在WebView这个空间中就可以显示 包含Javascript的网页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载网页的内容了 首先我们可以加载 internet上的网页 我们也可以加载本地的网页 其次我们还可以加载一些 stml的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如何加载 internet上的网页 我们只需要调用load url这个方法 然后指定一个url的地址 就可以加载网页的内容了 我们要用load url 然后指定一个url的地址 然后指定一个url的地址 就是apple的 我们指定百度吧 百度.com 运行一下 这样这个空间中就把百度的首页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加载一个本地的网页 所以假如在这个项目中 在assets目录的下面有一个有一个子目录吧 先建立一个子目录 你有一个文件夹叫test 在这个test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html文件 我们就叫helloword.xtml 我们写一个最简单的helloword程序 在这里面呢包含一个script type the text javascript document.x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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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hat 我们如何来加载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本地的HTML文件 并且把它显示在webview这个空间中呢 我先把这根代码注释掉 我们只需要调用loadur这个方法 仍然是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参数指定为以file开头 然后以三个斜杠 接下来紧接三个斜杠 其中是包含了转译的这个字符 然后指定androidasset这个名称是固定的 然后再跟上子目录以及这个文件名 我们来调用一下 mwebview.loadurl 以file开头 然后是androidasset 然后testhello.word.html 这样是不是就把这个hello.word的字符串给解析出来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果我想要加载一个 stmi的字符串 本地的stmi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网页的内容 而是一个一段stmi的数据 我就可以调用loaddata这个方法 把这个 把这段stmi的这个数据 然后加载在 webview这个空间上 我们把这个代码拷贝过来 我们这个注释掉 然后来运行一下 那这样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android是作为一级的标题 然后接下来 另起一段显示hello.word 然后 换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点击链接时指定是否使用系统浏览器打开 也就是说 在webview中点击链接的时候 默认情况下 会打开系统浏览器 我们可以指定当点击某个链接时 是用webview打开 还是用系统浏览器打开 我们点击一个链接 比如仍然是先把这个 百度 这个网页加载出来 我们点击一个链接 北京小伙 北京小伙跟河地铁赛宝 默认情况下是打开的系统浏览器 大家看这个浏览器 他的这个标题的图标什么的都是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是用系统浏览器打开的 但你也可以通过点击这个按钮 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运行的webview这个程序 然后这个是浏览器 我们点击这个系统浏览器 还是在这个浏览器中打开的刚刚点击的网页的链接 默认情况下 是用系统浏览器打开的 那我们就可以指定 比如说我们点击刚才那个链接的时候 他用webview打开 而不是用系统浏览器打开 我们就可以重写 先是调用setwebviewclient这个方法 然后new一个webviewclient 并且重写他的 说的override url loading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进行判断 好 我们来实现一下 我们调用webview的 setwebviewclient new一个webviewclient 并且重写他的 说的override url loading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进行判断 如果url pull pull 这边传过了这个方法中的这个参数 也就是说我们点击的那个链接的url 解析这个url 然后得到他的host 主机地址 比如说如果equals 3w 3w.com 那我们就 return false 那我们就用 webview打开 写下注写下注写 将 特定的 链接 用webview 打开 否则 其他链接 这边用系统浏览器打开 用系统浏览器怎么打开呢 我们这样打开 定一个int 你有一个int 第一个参数 是一个intent的action action view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我们把 这个url解析出来 然后start activity 在一个新的页面中 把这个链接打开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返回true 做好了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先把已经打开了这个关掉 运行 好 我们点击一个图片吧 点击图片 这个链接的主机地址 它不是3w.bidu.com 因此 是用 系统浏览器打开的 我们再点击 今日热搜 而仍然是用系统浏览器打开 我们点击回到主页 再点击这个百度的图标 好 因为这是始终是在系统浏览器中 所以它不可能跳转到webview 我们先把这个系统浏览器关掉 我们在搜索栏搜索一个内容 安做的 这样 就是用 webview打开了 因为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这个它的主机 对应的 这个主机名仍然是3w.bidu.com 它并没有使用系统浏览器打开 因此我们就通过 要用 setwebviewclient这个方法 并且重写书的override url loading 来指定 某个链接 到底是用系统浏览器打开 还是使用webview打开 好 我们继续往下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当点击back键的时候 如何回退打开的网页 在默认情况下呢 当我们点击back键的时候 会关掉整个浏览器 如果不希望关闭整个浏览器 而是回退已经打开的网页 那么我们需要在当前的activity中处理 并消耗掉这个back事件 因此我们要重写onkeydown这个方法 我们来重写一下 重写onkeydown 我们要把这个back事件消耗掉 我们进行判断 如果呢 这个keycode 比如说这个参数 onkeydown方法中的keycode的参数 他等于 他等于key event webview的go back这个方法 并且返回true 要是这个事件被消耗掉 否则呢 我们返回false 接下来运行一下 先把这个关掉 我们再输入安卓的 百度一下 这样我们点返回 然后就返回到刚才这个页面了 如果我们把这行代码注释掉 这段代码注释掉 我们再运行 输入安卓的搜索 然后这个时候点返回键 看看是不是将整个浏览器都关掉了 整个整个activity都已经被销毁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这行代码保留 好 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